燕兄 小弟曾在岳阳门 见识过甘石九妹的功夫 的确身手不凡 武林罕见 燕兄 切莫轻敌啊 也难怪尹兄弟如此胆怯 你只是见识过他的功夫 却不曾见过 我们燕家宝的绝世神功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我们燕家宝的赤心化血之功 要别取杂刀 去砍为绝世神功 手芯 ogh 绝世神功 不可能 寒鸭不幸 五脏六腑已尽碎而亡 人也是一样的 都是找了我们燕家宝的 赤心化血之功十步之内 必然五脏六腑尽碎而亡 赤心化血之功 频道以前也见燕老先生使过 此功最大的一点 就在于一个化字 慢慢化掉敌人的血 看着人慢慢死去的样子 那才是最可怕的 至于这镇碎五脏六腑的功夫 那也算是厉害了 看来上人 对我们燕家宝的赤心化血之功 甚是了解 我现在虽然没有实诚的功力 但也有八分的把握 尹兄弟 你说这干世九妹是我的对手吗 叶兄 这个难说 想不到干世九妹出出茅庐 就让你们都怕了 我倒真想马上和她一分高下 我倒真想马上和她一分高下 小心啊 软行 小心啊 软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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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属下给你丢人了 这不怪你 是我小看的 让我会会这个信念的 你就是干世九妹 正是 请问尊家是燕家宝何人 在下燕春雷 燕家宝黄麻克第九代传人 原来是燕少侠 是静 甘姑娘就不要客套了 你在双鹤堂外 已经见过黄麻令 竟然还要来双鹤堂生事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静与不静的事了 来 风雷剑锋 果然命不虚传 看劲 好 叶少侠 今天我们的比武 就到此为止吧 可以 除非你认输 我死都不会认输的 那我手中的剑绝不 姑娘小心 快用七步断长武 不好 你要去送死吗 我担心甘氏九妹会用毒 我去助燕雄一臂之力 依你现在的武功 去了也什么用 而且燕春雷那功已真上成 他一定会运功逼毒的 甘氏九妹可是诡计多端 我担心燕雄他会上当的 上当咱也帮不了他 一切听天由命喽 甘姑娘 在下素闻七步断长虹的大名 不知道姑娘为什么宁愿站在这里等死 都不愿意使用此毒呢 我们今天比论的是剑法 如果偷偷用毒 岂不是小人之威 更何况我今天是休宫之日 论剑法的话我不一定输给燕少侠 想不到丹凤轩里 还有如此光明磊落的女子 燕少侠不必说这些奉承话 动手吧 你今夜杀死我 明天江湖上就会盛赞燕少侠 是一个行侠仗义功高盖世的英雄 你也太小看我燕春雷了 你一见女流尚且不屑偷袭 我怎么会趁人之威呢 既然今天你说是你休宫之日 那我们就暂且算作不分高下 三日后 我们在双鹤堂外的竹林 再一比高下如何 燕少侠如此高益 小女愧不敢当 三日之后 我一定再次领教燕少侠的神功 告辞 告辞 我们燕家堡的风雷剑法 总共三十六式 我今天就传你三招 这三招分别是平地风雷 疾风咒语 风雨欲来 多谢叶兄 平地风雷 咱们也该歇歇了 咱们去叫上坎黎上人 看看双鹤堂里有没有什么事 咱们可以填饱肚子的 好